三支区公所跟三支文化基金会 以及支柏山庄里头的艺术家们 决定一起举办意游三支的活动 本周六将要开放门户聚首支柏艺术村 邀请民众一起来感受三支多元艺术的氛围 三支区是艺术家聚集的城市 不过艺术家总给人一个难以亲近 取高贺广的刻板印象 为了要揭开艺术家的神秘面纱 三支区公所与三支文化基金会 以及支柏山庄里的艺术家们 决定一起举办意游三支的活动 将要在特定的时间内开放门户 邀请民众一起来感受三支艺术村的 多元艺术氛围 这位我们的城市 特别的工作是这样的配合 这位去八九点三支五点 我们实在跟白雷社区不一样 就是我们实在不是 就是说照着这个地点 说白雷社区来表演 我们实在 支柏政府认定 或者乌拉教认定 就是说与一支村 七二八可以说整天都非常丰富 所以到从早上十点到下午五点 接下来就五点半 就五点结束就移到五点半 到厚厕活动中心 来看到艺术家的生命 要在那边 我们那个主题叫做 艺术心 艺术心 倾听灵魂的声音 三支区的艺术家相当多 各自分散于三菱之间 为了本周六的活动 大家也将聚首于 三支艺术村直播三庄 晚上还会在厚厕活动中心 举办倾听灵魂的声音晚会 民众将可以近距离 且深沉地认识不同领域的艺术家 那我们希望在厚厕活动中心这里 他也来成就一个真正文化艺术的 云伪 情境 养分 能够在这块土地当中 真的是可以让三支在地的人 也感到新生的一股力量 跟这个气质 气息 新北市三支区的贡農社区 吉安康社区 今年获得了全国的金牌农村 那因此诱发了当地的艺术家 7月28日在芝博山庄办理 艺术的市集 那在市集里面邀请了我们 在地的有机有善的农民 前往色谈 那欢迎大家请去采购 回馈我们农民 对这个大地的友善以及热爱 这场艺术家的声会 算是大家酝酿了30年的梦 通过这个开端 要让艺术进入生活 葡萄上也结合了在地小农 一起来推广 希望有了这样子的开端 可以让艺术三支更加的彰显 也要与花卉农产特色齐名 丰富三支区的地方特色 记者 廖平函 三局采访报道